临近年关 几乎所有人都结束了工作 回到家中与家团聚 明星也不例外 1月17日晚 欧阳娜娜分享Vlog 记录自己回家过年的日常 除了欧阳家的三个姐妹处境 视频中还有欧阳娜娜的爷爷奶奶 一家人吃团圆饭 还意外曝光了 她家位于台北的半山豪宅 装修奢华银人瞩目 视频中欧阳娜娜回到台湾 瞬间变为台湾腔 她透露自己刚下楼 今天要去婆婆家吃饭 她一边走路 后背诺大到客厅逐渐映入眼帘 随后欧阳弟弟欧阳妮妮 出现在她身后 三姐妹穿着一样 搭红色毛衣 非常喜庆 这之后 三姐妹坐着电梯 来到了婆婆家 此前有传闻 欧阳娜娜当妈妈在福娟 在台北豪宅区买房 一买就是十二户 送给亲戚朋友 而且每一户 都是1200万人民币以上的户型 如此看来 此传闻并非空穴来风 至少娜娜的婆婆 和她们住在一栋楼 两户之间还有专用的电梯 可以到达 而婆婆家用餐的地方 布置的也相当奢华 空间大到百下沙发 窗外则是半山腰的自然风景 欧阳娜娜的家庭 相信大家都比较了解了 作为天才大提琴少女 她的家庭也算音乐实价 只不过作为老二的欧阳娜娜 相比姐姐和妹妹 音乐能力都突出一些 外貌更是三姐妹中 最好看的一个 如今在娱乐圈中 无论是知名度 还是赚钱能力 都要比其他两个姐妹强 而欧阳娜娜如今更是长年住在大陆 靠着自己挣的钱 买下了北京的豪宅 早在2020年 就有狗仔拍到欧阳娜娜的妈妈 陪着她到北京看房 根据当时网络上披露到价格 欧阳娜娜娜看的小区单价 在74亿平左右 一套住宅轻松过千万 欧阳娜娜的吸睛能力 大家有目共睹 直到最近 她推出自己的时尚品牌 Nobby才终于翻车 由于产品质量和价格 完全不成正比 被粉丝吐槽 割韭菜太明显 之后关于欧阳娜娜品牌定价的话题 更是吸引了超过两亿用户的阅读 登上各大新闻平台的热搜 欧阳娜娜从15岁出到赚钱 现在也不过22岁 其实除了大提琴手的身份 她在影视 歌手领域做得都不算好 没有什么代表作 如今急于赚钱 其实不是一个好规划 不如好好充实自己 再找一个领域 做出点成绩来 大家会更喜欢